創造球會 手機奪出紅毛 讓我學結師邊線快放 我最喜歡朗尼多些 讓我射破你的五指關 近來香港足球熱浪浪接浪 紅魔鬼曼聯來港獻技 兩位美女都說要踢球座慶 哎呀 踢一陣就身上身下 好軟啊 對呀 打機好過啦 蛤? 打機? 天氣這麼熱 落場踢球未必個個可以頂得住 但玩手機一樣可以樂趣無窮 講緊的就是這個足球育成遊戲 創造球會 巴曲富國蘭 看它的名字就知道跟巴曲有關 其實遊戲是利用掃描不同的巴曲 新成球員 創造屬於自己的球隊 這個玩法很創新 讓我試試一些騎來的東西 看看會不會出不同的球員 好啊 不如 巴比吧 這是什麼來的? 巴比變成男人的 當然要試試最可聽的蘋果日報 好啊 變成鬼了 這次的球員 這個很英俊 官方說 球員有個特三兆款 更加有趣的是 如果你是那個巴曲的首位讀取者 就可以幫這個球員改名 翌日如果有其他玩家 scan同一個巴曲 球員就會用你所改的名字 簡單一點 還可以用隨機扭蛋方式 又或者跟其他球會交易 令到出名的稀有球員 朗尼阿傑斯都隨時被你收歸旗下 不要以為我們是女生就不懂足球 我們之前做過黃腹大埔的足球補配 現場看球這分鐘多過你的男生 所以 玩足球遊戲難不得我們的 這樣就要看你懂不懂得玩戰術和浴城 遊戲裡面有極豐富的戰術選擇 不同的配置配搭會有不同的效果 身為領隊的你 還可以透過集體訓練和個人訓練 對球隊和特定球員進行強化 球隊除了練成隊形戰術 球員也可以成長 甚至學會各種必殺技能 扭轉戰局 球隊可不可以由街道聯賽 一直進軍世界 那就要看下你的領隊戰術收為